日本福岛核灾已经过了七年了 不过灾害仍然延续到现在 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福岛的启示 南台湾备合行动联盟将举办一场 勿望福岛的系列活动 邀请日本战地记者展出40幅摄影作品之外 并且举办绿色生活市集 以及推广用电凌晨掌 福岛核灾后因为辐射量过高 居民被迫迁存 而在避难指示解除后 也只有少数人回到原居地 这七年来日本战地记者用镜头记录福岛 从上万幅作品中精选40幅作品 首度来台展出 任何一场核灾对人类的影响都不是短暂的 在政府虽然定2025年台湾要迈入非核家园 但替代能源如何补足所需将是一大考验 南台湾飞和行动联盟希望以摄影展讲座和市集等活动集结公民力量 过去都是游行 那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有深度的展览 还有市集各种活动呢 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然后能够积极的参与 因为公民才是驱动整个能源转型非常关键的这个力量 乌旺辅导能源集市活动中除了摄影展之外 中山大学也加入展现学校在能源转型的研发创新和教学成果 另外主妇联盟和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将以市集和说故事的方式 希望民众一起节能达到用电零成长的目标 在研究上面我们大学应该负起社会责任 将我们的研究跟整个能源转型所需要的所有的创新研发结合在一起 来加速整个社会的能源转型 把存下来的电然后呢存进我们的线上铺满 如果一户就是一个家庭呢 一个月可以结下一度电的话 就可以达到居家用电零成长 共同降低用电的需求 才能够对抗尖锋用电与缺陷电的危机 飞河家营的目标是要在2025年再生能源达到20% 南台湾飞河行动联盟要求政府提出时辰表 也呼吁民众要身体力行参与能源转型 一起迈向安全干净的能源未来 用电零成长 能源转型 港东新闻林亭阳 内昌邦 采访报道